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琼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我们跟同学谈实际作品的一个解说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希望利用一些之前同学的一个作品 来跟同学做一个相互交流的一个动作 多多少少让同学了解说 在一般人使用相机 我们并不是一个最伟大的摄影师 但是我们也有机会创造出一些好作品出来 第一件事情要跟同学谈的是 历史拍摄作品的分享的选取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学期里面 一开始的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老师会希望你们从你自己 历史的一个作品里面 去找一张好的作品来当作缴交的作业 并且也请你去思考一下 你为什么选这张作品 它的构图有些什么好 它的场景意义到底是什么 你想给别人看什么 在这张照片里面 我希望你去寻找一个 当初拍摄这张照片的一个故事 或者你可以自己重新去编载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你必须要具有动人 必须要具有动人的一个特性 那并且呢 在一张照片里面 那个动人的特性呢 必须让你去说到说 让你冲动的想去拍出这样子一张照片 也就是这张照片呢 它应该要有一个拍摄的目标性 那包括场景的意义啦 包括色彩的一个分解 包括当场的一个事件回忆等等 好 那并非呢 你所认知的场景意义和阅读者相同 好 你自己思考的阅读意义 跟阅读者思考的阅读意义 其实会不一样 每个人面对一张照片 他所思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无论你去看他的色彩 无论你去看他的景深 或者去看他的一个 构图里面的一个场景故事 其实每一个人的着眼点就不一样 那你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呢 就是艺术这件事情 其实他没有一个 绝对性的一个分野 但是他有一个 存在一个基础存在 他有一个基础存在 让你去拥有一个标准以后 其实你可以去多重的发挥 好 所以这张照片当你找出来的时候 我希望你不是用拍摄者的角度去看 而是站在阅读者的角度去看 或者你可以交互两种角度 自己去做一个比较分析 再过来呢 我们就会发现 阅读一张照片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因为他的身份不同 会具有不同感受上的一个差异 比如说呢 你拍了一张全家福 那可能祖孙三代 拍出这张全家福的照片 或者是四代五代 你会发现 每个人在阅读这张照片的意义上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所以呢 要跟同学分享的是 每一张照片呢 都会具有他的历史意义 那哪些意义呢 是可以把现场的景象表达清楚的呢 这个是同学要去思考的 好 有了这个历史作品的一个 同学之间交互分享的一个过程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分享的过程 发现好多好多不同的一个思考方式 你会发现 可能有人的角度呢 是站在一个比较复古的角度 去想一张照片 有些人呢 就是纯艺术的 再去思考一张照片 那有些人呢 完全是纯粹从一个构图性上面 去思考一张照片 尽管每个人不同 但是我们还是强调 他并不是会具有一个唯美的特性 但是他具有一个历史价值跟思考模式的一个意义 那这个是值得同学未来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都可以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底下呢 我们也是分享在课程里面呢 我们希望同学第一次去创作一张照片的作品 那为什么叫创作呢 我们希望它是有主题的 所以我们把主题定在便当 便当 那你就会去思考说 那我拍一个便当到底要哪些的元素 那很多的课程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讲到了 第一个构图 第二个色彩 第三个比例 第四个主景跟配景之间的关系 大概就是这些事情 好 这些事情呢 是属于理论性的 你把它解读成 这个便当食物性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便当的菜色 你要不要去张罗 好 不同的菜色呢 会有不同的纹理表现 会有不同的色彩表现 你要怎么去呈现这个便当 的美味 美味 好 你拍摄一个便当 你当然要去思考 你的目的是什么 好 那既然是拍便当 好 我们就是拍出一个美味的关系 好 第二件事情呢 前景深 前景深可以让接近后方的青菜呢 呈现度模糊 会失去清脆的感觉 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 它是一个长形的 景深的方式的拍摄 所以呢 到了后面 青菜糊掉了 青菜糊掉了 但是呢 前面的这个菜色就非常清晰 那后面的这个青菜失去了一个翠绿的感觉 就比较可惜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又会发现 那个蛋啊 蛋黄啊 有没有 曝掉了 所以呢 你会想 如果我换个角度呢 会不会不一样的效果 好 再过来呢 桌面的色系呢 比较黑暗 导致需要利用 这个便当附带的纸张 来凸显主题 所以你可以发现 配景也是很重要的哦 好 换个角度思考 如果我来拍这个便当 这个菜色已经安排在那里了 那我到底会利用什么样子的角度拍 我会从哪一个斜角去拍摄它 我会不会去做打光的动作呢 我会不会去加一个滤镜呢 好 那这个是同学可以去思考的 好 那甚至包括说 我到底要不要利用景深 好 好 我们来看看呢 我们的第二个便当来咯 好 谈什么呢 好 你可以发现说 诶 这位同学呢 又加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呢 把一些里面的菜色 来做拆解的一个动作 好 利用称景 可以凸显 说明便当的好 好 那这样子一张照片 加了月光米 这袋米 就好像来告诉人家说 诶 我这个便当呢 是用月光米做出来的 好 所以呢 趁景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是 竹井说明的一个一环 好 那包括这个 我把鸡腿这个独立出来了 好 那月光米呢 大型的字体呢 强调真实不奢华 好 那掩盖了一个角落呢 我们有一些不太整齐的一个线条 好 然后呢 在他的这个便当色彩里面 因为呢 落差比较大 你就会发现 诶 这个时候 左边的这张图上面 你可以发现 但又铺掉了 有没有 好 因为色彩落差比较大 好 你到底把你的主视线放在哪里 好 就会影响 呃 比较边缘化的一个东西 好 所以 呃 当你去拍一张照片的时候 构图要注意以外 好 你必须注意到分布在每一个 好 每一个切面的色彩关系 好 才不会让某一些景象 好 铺掉了 看不到他的 这个原汁原味的感觉了 好 这个就会比较可惜一点 好 那所以呢 各位同学你在做一个照片拍摄的时候 到底拿捏什么样的重点 好 就会变得很重要 好 那同样的也跟同学提醒说 你可以多取几种不同的曝光值 来拍摄以后呢 再取得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一个 呃 配置内容上面 好 来处理 那同样的 别人给你一个便当 好 就算是你去买来的 好 老板给的配菜菜色 好 你也可以稍微去做一个 啊 移动或者是排列的一些动作 可以让你的这个主题表现的更明确一点 好 再者呢 哎 既然是要拍便当 就是要看起来美味 好 那这只鸡腿呢 实在是看起来还蛮老的 好 还蛮老的 好 再过来呢 啊 人物拍摄 好 那右手边的这张人物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好朋友 好 即时的一个人物拍摄的一个表现 好 呃 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我们会发现时间不等人 好 很多时候呢 瞬息万变的一个人物大景 好 可能 啊 瞬间下来 我的背景就是那么的乱 好 那会变得比较难拍 好 但是这样子的照片通常我们是拿不出去的 好 因为它的背景不仅多 而且是非常的杂乱 好 杂乱 它会影响整个人物的一个美感 好 好 那人物呢 过于强烈表现的一个服装色彩 好 会影响你对于整体色彩的一个判断 好 也会比较可惜 好 在曝光值的拿捏上面 好 同样的也要去做斟酌 好 好 再过来呢 呃 这张照片很自然一定是 呃 用这个小DC拍的 好 那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自动相机 其实在很多时候你按下快门的时候 很容易去做一些 呃 呃 焦距对点 好 或者是这个曝光度的一个判断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自己可能就要去学习多按几次 这个半格再按半格再按的一个这个状况 好 可以让你的这个曝光度更好一点 好 好 那这个状况呢 好 曝光度做得不好 你就会发现什么 影响脸部过暗 好 那快乐的表情呢 就无法突现 还有不要忘记 我一直在讲 好 女孩子 拍摄女孩子 拍摄女孩子 尽可能 尽可能不要用正向拍摄 好 因为会看不到他美丽的五官 立体的一个五官 会蛮可惜的 好 那拍不出他的这个美的一个特性 好 再过来呢 另外一个人物的拍摄 好 你可以注意到 好 配景跟竹景之间 好 那配景的色彩 配景的比例 常常会影响你阅读一张照片 对他的一个评价 好 那一样要讲 过多杂乱的背景 好 会让你忽视竹景的好 好 好 那接近竹景人物的背后呢 配景呢 哎 晃动的时候 好 他晃动的时候 会造成一些模糊的因子 好 也会影响到竹景 好 要凸显的一个特性 这也是比较可惜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做了一些不同的裁切以后 到底会得到什么效果 好 所以右半边的这张照片呢 我们就把它去做一个 去除背景的功能 好 我们去做一个裁剪 好 去除背景的功能 好 那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哎呀 这个女孩子被跳出来了 好 被跳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同学可能会跟我讲 老师这张照片拍的好模糊哦 好 那最主要拿这张照片 他焦距确实没有对的很漂亮 好 但是这张照片最主要跟同学分享的是 他对于景框里面 好 框景的一个利用 我拿相机拍横向 拍纵向 之后出来可能不同的一个效果 好 再过来 好 拍小孩子 小孩子也是瞬息万变的 好 你要瞬间去抓住某一种感觉 确实会蛮辛苦的 好 那小孩子真的很难拍 好 那尤其是小朋友会动 好 很爱动 好 那你很难 呃 去非常稳定的抓到一个很好的比例 跟焦距之间的关系 好 好 那但是呢 好的儿童拍照的成果 好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好 好 那感受度 当然 好 拍小朋友来讲 感受度是最重要的 好 那通常来讲 也是瞬息万变 所以呢 背景会变得比较难拿捏 好 但是呢 小朋友的脸部 好 他是天真无暇的 所以最容易利用一种 强化主题的方式去拍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 很自然的都是做局部的一个表现 好 做局部的表现 因为背景都比较温乱一点 好 这是拍小孩子的一个特点 好 但是呢 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呢 你就必须要去注意 他肢体语言 好 去引导你视觉方向的一个特色 好 肢体语言 去引导你视觉方向的一个特色 好 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好 那当然呢 除了视觉的延伸以外 你也要注意 在一张照片里面 空间关系的比例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好 再过来呢 光线 还有线条构图的一个关系 好 这也是 在课程中 老师一直希望同学可以去练习的 你怎么样去创造这个视觉的延伸性 好 视觉的一个延伸性 其实非常的重要 好 好 光线不足呢 或者是过多影子的一个环境呢 好 那尽量好 过多影子 或者是光线比较不足的时候 如果你利用闪光灯的话 他会瞬间给一个强光 所以非常容易失去原有的柔和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这个闪光灯打出来的光是硬光的 是硬光的 是硬掉光 好 所以硬掉光就容易看起来不柔和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啊 我们就领可同学去调动你的相机的特性 好 好 然后呢 呃 调动相机的特性 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呈现 我们来看这两张照片 好 左半边的这张照片 好 是在凌晨的时候拍的 好 非常早的早上 好 太阳微微的有一点晕光 好 好 那显然这天天气不见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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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高速公路 呃 桥面上拍下来的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 哎 这张构图很简单 他就是利用非常多的线条 去分割一张画面 好 很特别的一张作品 好 所以这张照片呢 其实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偏向于一个 啊 跟阴天状况拍摄出来类似的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光度是不够的 好 当光度不够的时候 其实你看不到细腻的表现 但是呢 好 你会有类似剪影的感觉 所以这张照片很聪明的是什么 好 他就直接利用这种线条关系来分割 好 好 来分割画面 好 所以这张照片呢 或许很多人来看 并没有他的故事意义 好 但是他具有一个视觉意义 好 那右半边的这张照片 应该就是有太阳光的时候拍的 好 呃 那这个环境呢 呃 力量出来 好 也蛮有看头的 好 所以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具有戏剧性的视觉拉力的关系 好 好 所以呢 同学在这门课程学习的一个过程中呢 教了一些作品 好 那你教作品的时候 我都希望你面对每一张作品要缴交出来的时候都去思考几个问题 好 清晰度够不够 好 焦距对的对准了主题了吗 好 你焦距对不准 这张照片其实根本不用拿出来 好 你焦距呈现的要就是你想要的主题的位置 好 不要哎 我虽然拍到了我的这个框框比例关系很好 但是呢 哎 我的主题没有焦距 好 我没有对到焦点 好 那这样子这张照片就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被淘汰了 好 那主题呢 是不是你想要表现的内容 尺度有没有问题 好 再过来背景看一看会不会太乱 好 是不是漂亮的背景 是不是和漂亮的这个背景比例关系 好 再过来光线的配合是不是妥当 好 你是用逆光还是背光还是顶光 好 等等 那这些光线打的好不好 到底是不是你想要取得的 一个曝光标准 好 整张照片的彩度你满不满意 好 会不会因为色彩过多而让整张照片过于紊乱 好 而让整张照片过于紊乱 反而没有办法去凸显你想要的一个主题目标 好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 请你再度阅读照片的比例构图关系 好 那另外呢 这张照片有没有张力 好 去试看看你的照片里面每一个线条是不是可以吸引你做视觉的延伸 好 有了这几个问题你重复询问自己以后呢 这张照片再请你交过来 好 这张照片再请你交过来 好 再过来呢 我们跟同学谈夜景的拍摄 好 夜景的拍摄 哎 有点难度 好 夜景的时段呢 有各种不同的光 包括月光 星光 灯光 还有各种不同的光源呢 都有它的色温 好 包括这个 啊 路灯给的 那路灯就有非常不同的 这个很多不同 啊 种类的一个色温 好 那所以呢 拍摄夜景呢 具有它的特殊性 好 好 夜景拍摄呢 分动态跟静态两个部分 好 随着主题的一个移动拍摄呢 会产生流线律动感 好 什么叫做随着主题呢 好 好 你呃 这个 看到看到有一个人在跑 你跟着他跑 这个时候 你会产生线条的一个流线感 好 如果你定点拍摄 好 定点拍摄 景物移动 跟环境之间的对应呢 好 你可以看到它的律动性 好 你可以看到它的律动性 就是你站在这里 看着一台车子 咻过去 好 你按下快门 好 它可能会模糊 但是具有律动性 好 那夜景的拍摄呢 很重要的是光线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时候我们拍夜景就会鼓励同学你可以用一用新芒的效果 好 光圈开的大 快门比较慢 所以呢 可以的话请你多用脚架 好 请你多用脚架 会有比较好稳定的效果 好 再过来呢 好 初具实验10 好 光圈可以用8或11 比较可以让拍摄的主体有深度 好 你可以试试看 也比较容易成功 后续呢 我们再用16到32来试一试可不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 好 那快门速度慢 所以呢 需要脚架来做辅助 如果可以再加入自拍器来辅助利用的话 好 连接自拍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当然也就可以利用它来避免快门按的时候去振动到 好 影响它拍摄出来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拍夜景里面不动的主题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作品就是一个 我们的天桥梯 好 那夜晚拍摄呢 对焦会比较辛苦 好 所以呢 请同学务必要多拍去看到自己的成果 好 那利用脚架来来减少手晃的一个状况 好 那请同学呢 找一找这张照片的焦距在什么地方 好 它焦距对在哪里 好 它焦距对在哪里 哎 蛮可爱的 好 所以这张照片呢 当你焦距对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是可以呈现不同的效果 好 好 那这张照片老师一直觉得很成功的地方是 晚上的金属再加上灯光 其实要拍出 这个金属的纹理 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好 所以这张是一个好作品 哦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前一页的这个图 我们延伸到这一页来 然后你可以发现哦 它有不同的表现了 有没有 两张图里面 两张图里面 有一张是前一页的作品 有另外一张呢 更可以清楚的表达 它跟环境之间的关系了 那这两张有什么特别呢 请同学想一想 这两张有没有加闪灯呢 好 那为什么会有差呢 好 哎 它差在哪里 同学 就我们前面课程讲了这么多 请你做一下观察 好 它到底哪一个数值不一样了 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再过来哦 同样一个场景 好 它又去选择了不同的表现主题来拍摄它 好 你可以看到这张主题增加了更丰富的一个曲径的关系 更丰富曲径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很多旋转的线条在你面前 它线条很多 但是不乱 但是不乱 前面已经说过了哦 很多很多照片拍摄出来通常是选取一张的 好 而这张照片非常具有完整的这个张力的一个关系 好 也是一张好作品 好 再过来呢 晚上我想要拍一点心忙 好 我想要拍一点心忙 好 前面课程里面已经教过同学怎么样拍心忙哦 好 好 那这个心忙拍摄出来 你会发现 哎 他晚上 好 夜间拍摄的这个灯光 好 更有一点不同的一个变化 好 那当然呢 不同的灯光可以造就出不同的这个心忙 心忙的一个状态 好 好 拍摄的时候呢 心忙啊 通常来讲 好 在夜晚拍摄的时候 心忙可以增加整个环境里面的一个特性 好 让你去做一些 啊 Bling Bling的一个点缀 好 其实也是不错的 所以同学也可以试试看 请你拍一拍心忙的感觉 好 再过来呢 晚上要拍照 确实不容易 好 那 呃 如果说 如果说同学试了很久以后发现 糟糕了 我就是拍不出晚上好的作品 怎么办呢 好 好 请同学先拍一拍 好 站在那里不动 而且很完整量很大的一个量体 好 而且呢 他光线打得很好 很清晰 好 你先试着去拍这样子的量体 然后呢 拍这些量体控制什么呢 控制一张照片的比例关系 好 控制一张照片的比例关系 我到底天空流的多 还是地平面流的多 好 我选择的是横向的 还是纵向的 好 同学试着去拍这样子的照片 好 你就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感受度了 好 好 晚上拍心忙 很棒 好 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张 又是另外 不同心忙的一个感觉 好 那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是什么 他们还除了心忙以外 还去拍摄到了一个 车子流动 留下的一个横积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光圈开的大了 所以 你可以看到这个流动的一个线条 也是不错的作品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101大家都很爱拍 可是呢 会拍出这样的作品 一点都不稀奇 好 各位同学 这种作品比比皆是 好 请你不要气馁 再试一试 好 室内里面呢 你也可以 我不一定到了晚上 我要去拍室外 你也可以 就室内里面 你拍一拍 灯光之间的一个变化 对于摄影者而言呢 这些温度是具有温暖性的 那这个温暖性的温度怎么样呈现出某一些你想要表达的画面 这就是希望同学可以去做练习的部分 再过来户外环境中即将夜晚的天空变化跟街道某一个景物之间剪影的关系 也是一种拍摄的技巧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路灯 我明明知道它的路灯 但是呢 现在只看到一个剪影的关系了 那利用这些线条的变化 也可以创造一张照片的丰富性 好 还是跟同学提醒一下 夜间拍摄必须要 必须要处理的内涵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记得带脚架 第二件事情 你必须调动各部分的一个值 然后取得不同的关系 那确定说 这个比例是你想要的 所以还是跟同学讲 多拍几张 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第三件事情 如果相机没有办法手动设定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模式变化的话 那各位同学 请选择不要再做尝试了 因为你拍不出好的一个夜景作品 会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 你的小DC 只要可以做一点点调动 都请同学去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 再过来呢 自然环境的一个微光摄影 是比较不太容易的 而且它的变化会非常的大 但是呢 它创作出来的戏剧效果 其实尤其是张力的部分 是可以很棒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希望同学 利用这个 要黑不黑 要明不明的状况之下 去拍摄一些微光的剪影 去试试看 自己有没有办法把 空间分割的一个省眉光链 再进步一点点 好 这个单元到这边 空间摄影与应用 在实际作品解说的部分 暂时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